《天氣報告》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節的《天氣報告》 我是梁恩宇 受到東北貴猶風的影響 今早天氣比較冷 在低溫分布圖可以看到 今早市區的氣溫只有11度附近 新界還在9度左右 不過今日告別了過去一兩天多雲的天氣 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可以看到 昨天覆蓋著我們的雲大 已經移到南海北部 廣東沿岸來說雲量比較少 下午在維港鏡頭看出去 可以看到一個藍天 視野也比較好 因為有日照的關係 最高氣溫也上升到19、20度附近 不過今日下午天氣比較乾燥 各區的相對濕度也維持在50%或以下 提提大家 紅色火災危險警告是現正生效 這兩天大家也要注意保濕 至於今晚和明天的天氣預測會是天晴乾燥 明天早天氣會相當清涼 市區最低氣溫會在13度附近 新界還會再低幾度 日間最高氣溫就會上升到21度左右 風方面會吹和緩的東北風 明天離岸風濟間中清淨 接著一兩天的天氣預測 我們看看電腦預報圖 我們可以看到 之後一兩天 我們都會繼續受著乾燥的東北季後風影響 華南來說都會是普遍晴朗 日夜溫稍微較大 去到下週中期的時候 我們慢慢就會受到一股溫暖的海洋氣流影響 就會漸轉潮濕有霧 所以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之後一兩天會是大致天晴和乾燥 氣溫會回升 以及留意日夜溫差會比較大 去到下週中期的時候就會漸轉潮濕有霧 這個週末天氣都不錯 大家可以做一些戶外活動欣賞一下大自然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週末 再見